无情大火夺命 怀疑因为电线短路 首都甘榜拿都克拉默 一所住有42名师生的宗教寄宿学校 今早清晨5点半左右 突然发生大火 画面可以看到 位于二楼的宿舍睡房火光冲天 火势非常猛烈并迅速扩散 不一会儿整个二楼就陷入一片火海 校正员接祸头报后 出动36名消防员到场灌旧 成功从火场内救出18人 不过却有更多的寄宿学生 在睡梦中惊醒后 逃生无门活活烧成教师 校正员在扑灭大火后 进入火场内点算尸体时 发现大多死者遗体 都转缩在一个角落 截至目前为止 已经证实有至少25人遇难 大部分死者年龄 介于13到17岁 其中两人是宗教老师 文训改来的家属在火场外 哀嚎痛哭 让文者心酸 另外有6人受伤 其中3名伤者伤势严重 目前在吉隆坡中央医院抢救 初步调查 电线短路引发火灾 而案发寄宿学校建筑结构 有严重缺陷 只有一个楼梯和逃生口 而窗口也装有防盗铁花 以致火灾发生时 受困学生无法及时逃生 造成惨重伤亡 目前当局还在调查 失火的确切原因 在吉隆坡中央医院抢救